手里拿着黑长棍走到巷子镜头 左看右看像在找些什么 没过多久整个人突然抓狂 抄旁边的小货车一阵猛杂 转身离开 以为就此结束 不过这还没完 不到五分钟白衣男又回来了 手里一样带着黑长棍 这次直接朝住家大门一阵猛杂 甚至出脚狂揣 离开前还对着空气不停标骂 原来这名白衣男家就住在北市内湖附近 和邻居相处不和睦 才屡屡动手砸窗又砸门 情绪激动原警试图以辣椒水压制 为谢险仓皇逃回家中 避而不见 根据了解 现信范贤从上个月8号开始 就曾出言挑衅邻居 时隔不到一个月 一四又因为土地纠纷 再度爆发冲突 情绪不稳多次影响住家安宁 现在也被原警强制送医 记得趁着帮孙欢SNG小组 台北报道